像我最近有一個困擾 我覺得我有地震恐懼症 這要不嚴雅倫的 好瞎喔 笑的笑的笑 下午茶新聞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原子少年的玉婷 哎唷 蠻多 不要重複你了 我被打入鏡了 對 蠻多粉絲又給我一些回饋 其實會收到很多的私訊 就是說 他們很欣賞我的創作 一些比較欣慰一點 我也是自己 也是努力了一陣子 然後被看到 因為其實我剛進來的 剛進原子的時候是 比較不容易被看到的 但是現在就稍微有信心一點 會 就你看到 哎 為什麼 別樣是訪問通告 這跟我沒什麼關係 就是可能 哎 等一下要訪小孩 然後這樣 哎 就是沒有我的事 哦 今天要訪小孩 今天今天有了 我會很開心 這樣 像我最近有一個困擾 我覺得我有地震恐懼症 地震 這要為演藥人呢 就是我躺在床就會覺得要地震了 然後有的時候在廁所洗澡 就會覺得如果現在突然地震怎麼辦 哦 所以你會想太多 對 它其實沒有必要 它就是腦袋也會有一個聲音 就一直吵一直吵 最近最困擾我的是這個 好夾哦 我喜歡 我喜歡 怕 對 怕沒有在計畫內發生的事情 或是怕 怕自己 會說什麼事情 像 其實我們四度的 名次很後面 就我們差點被淘汰這樣 但是其實那一場 我覺得自己是沒有遺憾的 在反而在那個狀況下 我覺得讓自己沒有遺憾是最重要的 就是享受我愛 那如果講到得私心的話 是假如愛 就是 真的有遺憾了 那這樣就是真的有個人心 跟那種 我們次沒什麼關係 沒有不支持 但是會擔心我 會擔心 就這份工作是不是不太 沒有那麼穩定 對未來很迷茫這樣 但其實 我就常常跟自己講 在參加這個 就真的決定參加這個節目之前 我就常常跟我朋友 或是跟自己講說 我最後回的不會是 因為走這條路失敗 我最後回的是 我可能以後跟我孫子 或跟我兒子講 就我的後代講 聊天的時候聊到 欸 我有原本有機會 到明星站的舞台上 他說 啊你為什麼沒有去做 然後我就講不出了 說遺憾這樣 這樣我會覺得 這個是最遺憾的事情 不要讓自己 也不要讓別人覺得 為什麼 你沒有去做這件事 不要讓太多的聲音 去影響我做的覺得 欸 可是我的地震恐懼 這是參加以後才有機會 我有時候覺得 這是一種心理上的 就是 對 壓力的狀況 可是我跟團員在一起 有時候就不同 我跟人很怕 我跟人很怕一個人 一個人 待在一個空間裡面 不知道在幹嘛的時候 就是 最近開始 就是會有點焦慮 很太習慣跟大家團體生活 嗯 呃 就 打球嗎 不會欸 我不喜歡運動 我算宅嗎 我喜歡出去 但我不喜歡運動 你喜歡去玩 對 但出去也不是隨時都可以出去 再加上現在疫情很重 對對對 所以我發現 排解壓力最大的方式 就是寫歌聽歌 就是當你沈浸在自己很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那當然不會去寫太多 嗯 我希望可以繼續走這一步 在這邊 做得越大 讓我爸媽知道 就是 欸 我也可以把自己喜歡的事情 做成一份穩定的工作 我覺得這樣是最好的 不要在乎自己過的人擔心 有類似的事情啊 但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講講而已啊 就類似說 欸 你可以嗎 對對對 我會趕快 趕快拍一張 跟你合照一張 以後才能賣這樣 反正你自己也就是 覺得心意很絕 嗯 就衝著一波 就走到這邊 如果一開始我沒有下這個決定進來 我也不知道 我有辦法走到 現在這樣 那我 那我 買在家裡 然後試了 上了我才剛剛說 欸 我要去參加這個舞蹈 上上這個舞台的感覺 就是 很自我吧 腦袋不用想太多 你就是做 自己來做的就好 一樣就是希望大家練到 可以上舞台 不要留下來就很厲害 那個名次都是幾次 那我最希望的是 可以跟我身邊這一群人 未來繼續發展下去 對啊 你是在人家的手啊 這樣 多一點 謝謝 辛苦你們了 謝謝